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在任的五十年里 他将政务甩给牧阁的大臣 自己专心办一件事 那就是将德川市的血脉开枝散叶 他一生育女无数 总共生下五十七名子女 是历代将军之岁 为了保持精力充沛 竟将海狗边磨成粉末制成药材吃 因此人送外号 海狗将军 孩子多了也就成了牧府财政的负担 所以佳琪就将烧掌的孩子 送到各藩的大明家做养子 也有人认为 佳琪这样做 是打算靠血缘关系控制大明 因为一系大明已经有了亲生儿子 还要被迫迎接养子 只可惜事与愿违 佳琪的孩子大多夭折 即便成年也很少留下血脉 由于佳琪的经历令人不可思议 坊间流传 他荒淫无度 见到哪个大明的妻子漂亮就要占为己有 骗铜氏之妻 松女夫人便是其中之一 并且她还带下佳琪的私生子 取名为骗铜高知 不知是什么原因 骗铜氏早早去世 牧府老中水也忠诚 就成了骗铜高知的指定监护人 此时的佳琪年事已高 将军的继承人成为头等大使 这松女夫人野心勃勃 暗害了很多佳琪之子 以心扶持自己的儿子成为下一任的将军继承人 豪上山崎屋传右卫门 梦想着女儿小波能够成为道中的御台所 从而实现阶级飞升 便从资金上支持松女母子的野望 小波生得秦秀脱俗 骗铜高知一眼就爱上了她 相约以后娶为正妻 只是这骗铜高知在母亲偏执的教育下 残暴不仁 视人命为草剑 这天晚上她为了使刀 在柳园桥下杀死一名逃荒来的难民 却不料被一名浪人瞧见 此人正是棉狂四郎 大家好 我是飞花硬镜 今天我们讲四川雷藏版棉狂四郎的第三回 棉狂四郎 圆月斩 风流浪子 本色真 曲静寻花 情一身 柳妖为谁 适心装 狂四郎前 含笑称 却说 狂四郎正会情人阿北 一名清丽的少女 找上门来 此人正是小波 却是高知 为了壮大势力 四处招募豪杰 他闻说 狂四郎的名声便想将之招致麾下 对于浪人来说 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新主人 但狂四郎不愿受人拘束 更何况前两天他还撞见高知 势刀杀人的卑劣行径 当时拒绝了他 高知的家臣们见 狂四郎不识抬举 正要发作 高知却注意到 狂四郎手中的宝剑 无想正宗 他事件如命 当时就要抢买 狂四郎讽刺道 剑是武士之魂 似你这般肮脏的灵魂 怎配得上我的无想正宗 高知大怒 挺剑直刺 狂四郎如戏耍婴孩一般 夺回宝剑 并狠狠地讽刺了他的出身 高知身边的狂四郎高手护田 为了维护主人的颜面 立刻向狂四郎发出挑战 狂四郎以快著称 但狂四郎的剑更快 狂一剑便斩断护田的右手 众人大害 恨恨不敢上前 便在这时 小波的家中发生了事故 却是高知 为了事件斩杀的难民 有一个瘸腿的儿子叫泰石 他经过多方打探 终于得知凶手是谁 他本想绑架和高知 有婚约的小波 在那一时不得下手 便绑走了小波的妹妹 泰石本是逃荒到江湖的难民 本来吃饭就是问题 现在还多了一张小嘴 他本性善良 并没有伤害小孩的意愿 绑架小孩也只是想逼高知现身 然后复仇 他忍着饥饿 将紧身的饭团给女孩吃 这女孩也十分懂事 听到他肚子叫响 便分给他吃 泰石又是惭愧又是感动 这时候 狂次郎现身 此前 他曾目睹高知 视刀杀人 并且还被泰石等人 误会是凶手的同伙 当他听说 嫌疑人的相貌后 立刻猜出绑架者是谁 他力劝泰石放了无辜的女孩 并且表示愿意帮他复仇 泰石也觉得 此事不应该将小女孩 缠火进来 这才答应放人 随后 狂次郎静止来找传右卫门 传右卫门听说女儿 在狂次郎手中 当时表示 在商言商 万物都有价格 包括他的女儿 只要狂次郎说个数 他立刻奉上 狂次郎冷笑一声 商人果然是冷血动物 面对灾情 困积粮食 哄抬物价 大发不易之财 更甚者 还将高知看作奇祸可居 说完 狂次郎一脚将前踢开 领着他来到外面 妇女团聚 其情自不必说 狂次郎潜入高知家 准备告诉小波 他的妹妹已经回家 哪知道 正撞见高知 想要强占小波 虽然在江户时代 商人和平民 对真操很宽容 但是武家不行 只有后方家庭稳固了 武士冲锋陷阵的时候 才没有后顾之忧 小波一直以大傲 玉台所为目标 自然不肯在高知 成为将军之前 发生夫妻之事 狂次郎开启嘲讽模式 连女人都搞不定 还痴心妄想 想当将军 高知羞愤难当 但是他哪里能在 狂次郎身上 讨得半点便宜 这时候院内忽然有人 大喊又刺客 狂次郎还当自己的行踪 被人发现 跳进院内才恍然 却是潜入近来的太史 被人发现 狂次郎当即护着他 逃出湖口 原以为骚乱结束 这一夜就这样平静地过去 哪知道狂次郎又折返回来 静止来到小波的卧室 却是狂次郎见小波行笔天高 以武家自居 随用大杀器戳破他幻想的泡沫 还他本来面貌 这下小波恨死了狂次郎 他当即找到一名叫做 寄居堪兵卫的武士 此人曾受骗通家的恩惠 小波便以骗通家的名义 让他除掉狂次郎 堪兵卫俄露微博 连媳妇都娶不起 为了果妇 不得不像农民一样 在自家院里种菜 即便如此清贫 他依然恪守武士道的本分 为了还骗通家的恩情 同时也为了武士的荣誉 堪兵卫找到狂次郎 当他和狂次郎接触后 发觉狂次郎虽然放浪不及 但骨子里依然保持武士的品质 如果不是为了还债 两人还可以做朋友 狂次郎亦有惺惺相惜之意 只是今天 不论他们哪一方 武士之血 必将绽放出璀璨的武士之花 当两人准备决斗时 发觉有人暗中偷窥 却是小波担心堪兵卫解决不了狂次郎 还预备了其他武士 堪兵卫不愿让人玷污这场神圣的比武 当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他们斩杀 然后再和狂次郎决斗 优优独播剧场 人生意尽 朝露夕 世事无常 胚颇负 狂次郎的情人阿北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的丈夫叫伴藏 因为杀人被流放到左渡岛 无常的生活折磨着阿北 他只有紧紧拥抱着狂次郎 才能得到些许慰藉 但是这一天 伴藏忽然回来 却是传右卫门买通官府 将他死子放了 目的是想让他杀死一个人 那就是他媳妇的情人 绵狂次郎 伴藏找到阿北 只说他并不怪罪媳妇找情人 只是他现在想见一见那个情人 如果真的什么都比他强 他自愿退出 其实他想以此接近狂四郎 将其杀死 结果伴藏在等狂四郎的时候 被一名捕快认出 伴藏急忙逃顿 并在逃顿中用暗器将捕快杀死 这下伴藏彻底不能见光 只得暗地利对狂四郎下手 但是几次三番都不能如意 他又想出一个计策 便违逼媳妇去找狂四郎 趁两人亲人时突下杀手 只可惜最后关头阿北背叛了他 狂四郎反杀成功 明朝是雨孤烟冷 满湖风雨仇杀人 一切的冤孽 一切的惨剧皆由自身而起 阿北向狂四郎提出分手 两人终不再相见 这天 太时率领一群难民将小波绑架走 高知文迅准备立刻带人去救 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当初和小波定下婚约 不过是想利用传游未门的财力 如今在他的运作下 儿子成为继承人已经有了眉目 一个小小的商人之女何必在意 但是高知年轻气盛 哪里听得进去 当时率众来到难民区 抓住太时救回小波 随后他高举长剑 准备斩杀太时 这时候闪出一人高声叫停 正是绵狂四郎 只要高知放了太时和那些难民 狂四郎任由他们处置 就这样狂四郎被关进牢笼 无想正宗也落到高知之水 深恨狂四郎的小波来到牢笼外 本想嘲弄一番 却反被狂四郎教育 即便进了大傲 在尔虞我诈的攻斗中 灵魂终被欲望吞噬 小波似有所感 转身而去 松女夫人听说逮着了狂四郎 决定除掉儿子射刀杀人的人证 虽然被困 狂四郎依然较劲地避开乱枪 松女夫人见状 抖擞武家精神 读过长枪来刺狂四郎 谁料弄巧成拙 反被狂四郎请过 众家臣怕伤了主母 只得打开牢笼 但见狂四郎手持长枪 势不扯打 混战中他夺过一把剑 杀出一条血路 忽然 鞋刺里闪出一人 挥舞长剑 狂四郎定睛一瞧 不是别人正式小波 他手中的长剑正是无想正宗 却是他偷来故意还给狂四郎 狂四郎逃到院内 竟发现了太时 却是太时见狂四郎 威咎自己而陷入困境 虽冒死相救 这令狂四郎大为感慨 当初自己承诺帮他复仇 如今正是时候 他当即给高知送去挑战书 相约在柳元桥一蹶高下 然后他劝太时回乡下 江湖不是他这种人待的地方 太时感激涕零 但觉得高知人多势众 他要和狂四郎一起去 但狂四郎竟将他打晕 然后静止来到柳元桥 高知早已等候多时 见了狂四郎就要上前 但是家臣们怎肯让他轻易涉险 与拥而上为战狂四郎 这些家臣们见势不能胜 又放火烧桥 只可惜阴谋诡计全部落空 众家臣一个一个被狂四郎斩杀 烈火为木 狂四郎和高知进行最后的决斗 斩杀高知后跳出一群一鹤忍者 原来小波的痴心妄想被狂四郎打破后 竟对狂四郎见声情愫 只是他身陷无底深渊 唯有死亡才能解脱 于是他将嵩女母子 暗害将军诸子的阴谋 上报给老钟水也忠诚后 便自杀而亡 嵩女夫人被判流放 至于高知 那就看她和狂四郎的决斗 狂四郎胜了则罢 如果狂四郎输了 忍者再对高知下手 这正是功名利禄刀头密 曲中人散风七七 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欢迎喜欢的小伙伴关注和三连支持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碰上出刀与剑的火花